一大清早的青草湖 有着绿意盎然的山景 以及波光玲玲的湖面 是最适合民众散步休闲的好去处 把握这份难得的天然之源 新竹市明湖立于青草湖国校 周末假日就选在这里举办青草湖嘉年华 希望结合人文、生态以及科技 让民众一起认识青草湖的美 其实我们主要在推青草湖的嘉年华 以及户外海洋的这个部分 是希望说透过环境教育的这个部分 导入我们的生活社区当中 那大家其实对于这个环境保护的意识 可以更加提升 也一起去爱护我们的环境 那另外一个层面是我们希望说 可以把青草湖的这个活络再带起来 那未来呢 我们在推社区产业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 也可以做一些相关的连结这样子 嘉年华设置许多有趣的关卡 民众可以用手机扫描QR Code 上层精彩的照片 不只留下难得的记忆 也可以扩大宣传 让全国民众都知道青草湖到底有多美 生态资源到底有多丰富 那我们今天呢 除了有所谓的环保观 有生态观之外 我们还运用了科技 那希望我们参与的民众呢 可以透过我们的手机或者是平板呢 来记录整个活动的课程 而且留下跟亲子跟家人互动的一个心语 这个心语就是他们参加活动的整个过程 然后借由我们的手机或平板上传到网站上提供给全国的民众来浏览 那一方面呢 也是要能够推销我们青草湖国小的附近的生态 以及青草湖在地的微旅行 青草湖的美不能只有行竹人可以独享 为了行销青草湖 新竹市政府近年来也是积极举办活动 希望把人潮带到青草湖 像是在湖上引进的天鹅船跟历史华奖 也逐渐吸引爱好者上门体验 自从高市长上任之后对青草湖的行销都非常重视 那我们今年也编列了一些像小铁人 还有我们年底的时候还有一个水上活动的IP的 目前在筹划中 那明年也会有编列更多的预算 在青草湖这个方面来做 不管是环境的整治或是一些活动的宣传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市民 还有甚至我们全台湾各地好朋友都可以来青草湖 享受我们的湖光三色之美 从陆域到水域 青草湖可以有运动性的活动 也可以有知识性的体验 它值得更高的关注度 以及更多人潜满游玩 记者林彦斌采访报道